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105座均为长方形数学墓 多为东汉时期墓葬 在其中出土的大量陶器 铜铁器 骨器 漆器等器物中 有这么一件保存较好的四族双耳羊头纹陶罐格外引人注目 这件陶罐附近16.5厘米 高19厘米 马鞍形口外齿 双流 球形腹 宽带耳连接口岩和腹部 环底 四肢三棱柱形短足外撇 静两侧使对称乳突 斜肩前后堆逝阳头纹 腹部以圆形肌孔 通体红褐色 杀粗 耗胎 烧至火候天低 双耳罐是石棺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陶器 在学者看来 杨头文或表明畜牧业之于牧主人的重要意义 而大量生活性陶器的出现也可以看出定居的倾向 结合宝星所处地理位置及相关史料记载 学界倾向于认为 龙东东汉墓群是当时少数民族羌人的部落公共墓地 为什么使用羊头文作为讨贯的堆势呢 这或许与今天羌族人悬挂羊头的习俗有一定联系 悬挂羊头是为纪念祖先趋利避邪 并请求神阳护佑的仪式 从造型上看 不仅有羊头文 大大的双耳也类似羊的双脚 整个陶罐类似羊头 枪枕去世后将双耳罐敲出小孔随葬 以其事后也能长期使用 或与民族丧葬 信仰 西式相关 明江上游地区作为沟通黄河上游 与长江上游地区的交通纽带和桥梁 通过小小的人口文便可以看出民族迁徙 融合文明交流的发展进程和脉络 恰恰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